大家好,我是小曾 之前小曾给大家说了说 我们汽车一些按键上面的基础使用功能和使用方法 今天小曾再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车内的一些基本的小安全知识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这边的主驾驶玻璃升降区这一块 在玻璃升降区这个位置呢 有一个差好上面一个小玻璃的按钮 我们按一下之后这个灯就会变黄 此时呢,只有我们主驾驶可以调节我们的升降玻璃 其他的这个驾驶侧 其他是这个门上的这些玻璃升降的全都失效了 这主要是为了防止小孩不听话 自己升降玻璃把头探出去 可以防止危险的发生 第二个呢,就是关于行车落索的功能了 这个呢,是按一下这个,自动就落索了 当然呢,这个按键有的呢,也是在这个位置的 有一个锁,也有一个这么一个解锁的按钮 标志呢,是差不多的 现在大部分车型啊,都已经配备了自动的行车落索 当车速超过15公里每小时的时候 这个自动落索啊,就开启了 但是之前一些老车呢,还是不配不配备的 小东建议大家,如果车内小孩或者我们跑长途 我们呢,可以,我们记得一定要哈 当我们车开起来说,我们把这个按一下 让这个车上锁,全车上锁 这样呢,可以防止车内人员呢 从车内不小心打开车门 也可以防止车外的人员呢 突然打开车门,上车进行行窃 这个功能呢,也是比较安全的 第三个,就是汽车的一键玻璃升降了 像小东呢,只有这个 主驾驶这一侧的玻璃呢 带有一键升降功能 按下去呢,玻璃呢,自动全部降下来了 而网上一抬呢,就全部都收上去了 有的这个地方会写有outer 而有的呢,不带有 怎么判断呢 它这样呢,会有两段,一下 它可以有两段式 而像普通的,它一下呢,就到头了 带有两段式的,就说明 这个车带有一键玻璃升降 而有的朋友问啊,现在天气很冷啊 我明明没有开这个空调啊 或者没有开暖风啊 它自己竟然往里面灌风 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有旋钮啊 当这些露出的这些白点呢,越多 说明呢,这个全部打开了 当拍到这一次,看不到白点了 说明呢,我们这个冲幅孔了 就全部关死了 如果你不想让它进风的话 我们把它全关死 然后我们这个空调出风口啊 也就不会再进风了 我们家庭可能只有一辆车 男的开,女的也开 由于女的身高可能比较矮呢 可以呢,总是把座椅呢 调节高度特别高 然后就感觉呢,再抱着方向盘 再开车 这是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样呢,是非常不安全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方向盘下面啊 会有个按钮 会有个拉手 我们把它拉下来 拉下来之后啊 我们就可以对我们方向盘呢 进行上下 这种还有往外拉一下 这种调节了 可以调节一个最适合自己的姿势 咱们下来的 阿们